至于新北市淡水区中寮里的道路两旁 里长过去除了将里内脏乱点化成小公园之外 现在更进化在里内道路最多的墙面跟水泥护栏上面 请来彩绘家创作丰富的农村生态 除了让这个里内的里名可以看到之外呢 也让外地来的游客更加了解中寮里的农村特色 眼前一整片的墙面还有波坎都画上了鲜艳的色彩 除了非常缤纷之外 里头的人物及动物也都栩栩如生 而这是位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寮里的道路两旁 里长过去除了将里内的脏乱点化成为小公园之外 现在更进化在里内道路最多的墙面及水泥护栏上面 请来彩绘家创作丰富的农村生态 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地方算农村嘛 农村我说都为一些农村一般农村的 譬如说布餐啦 掘地瓜啦 葱餐啦 这个算是为这个过了啊 那是过了啊啦 那也为情操作 那操作就是都熟了古早复古啦 里长表示由于中寮里位处于淡水山区 过去到现在都是以农村形态的生活方式 而里内道路旁的水泥护栏相当单调 就突发奇想 请来好朋友画家 将里内的五个位置 无论是护栏 博坎墙面 还是走上田梗的阶梯 都画上了丰富的彩绘图案 而且还会善用地形 像是这一座阶梯就画上了水果凤梨 象征步步高升 越爬越旺 这楼梯就是我们平常时 以前就是我们这个座产人 走到那里去 走到那里去 这楼梯我改成叫做翁来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翁来就是很翁的 走到那里又更翁 就是我大概 身体的情况 一个经济跟人一般的不一样 应该这个翁来是我想 请我们陆战队的同志 要来为的这样 李章表示 由于彩绘内容大多都是 里内常见到的生活方式 还有早期农村才可以看到的水牛拉车 过去中寮里最常种植的农作物等等 除了让里内的居民看到之外 也让外地来的游客 更加了解中寮里的农村特色 记者许多安音 带你随时采访报道 我们先试试的农村 我们先试试 好 із